你看 陈金刚赶紧教会这个技术技术进来 我们一看这个情况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杨宇有一点点跳向的感觉 对 他冲着 对吧 因为他头是没有任何去顶球的这个意思 是 身体的冲撞反倒比较 他也有 但是他也知道啊 那球他也顶不着 嗯 等于说这是二次 二次的受伤 就是落地以后 王正廷脑袋又砸了一下 对 就相当于是脑袋磕地了 然后呢 头又被打了 嗯 再来看高拉特就是 公布给保里尼奥队 今天啊 保里尼奥 高拉特 郑治 卡里斯卡 这四个人的这个跑位太活了 太活了 嗯 再来看啊 唐克亚太队这个球 Tip上场 十分钟的余瑞 打这个加盟球的第一个队 对 这个球呢 刚才你看啊 它主要是核实啊 嗯 张林鹏和 呃 李绝鹏 嗯 他俩的位置 你看啊 在最后一下呢 其实是张林鹏在接近底线 李绝鹏在第二 嗯 如果说这个射门的余瑞呢 跟李绝鹏是一条线 哎 哎 那就不足在余瑞 是的 如果他超过李绝鹏了 那就有没有 对 这个球塔利斯卡打出来以后 一反应好像显得水飞不足 再看这个球 二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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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其实也就是周大帝 嗯 你五四腰啊 对边前卫 你那位置必须得在的 嗯 他当时呢 位置没有落在这个前卫线上 回来呢 反正有点慢 你看 你看 那个位置是 对吧 对 那个位置应该是边前卫 嗯 杨绿鱼这条打的也是 这条尖底 打的也好 再来看这第二个球啊 这余瑞 这个高 不是余瑞啊 这孙杰 孙杰 这孙杰 这个球起来 你都可以往后退 两不再点 他起来以后 还往前走了一步 对 然后再往后退 再往后退 对 他即使你要是站住了 往后退 轻轻松松 把球